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花 这集要带您讨论赖总统的人事 是不是用的有点怪怪的 先来看陈启玉的案子 现在又爆出案歪案 说他又涉及八千万案的案件 怎么回事 有人独家报道说 全台追陈启玉检掉再查 建商竟然还有一个八千万的案子 那么他曾经协助南部某建设集团 劳董取得光电案的土地 后来给人家修服务费 那么他们说由集团分次 跟陈启玉交好的公司付款 总计有八千万 这建设公司根本就是被剥了两层皮 好在带您看到的是 有人现在在带风向 说这陈启玉其实跟蔡前总统很好吗 为什么他可以逃 那么现在前立委邱毅说 因为蔡英文在台南还有半壁张山 他说陈启玉看起来像是局系的 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 但在2019年的时候 就已经投靠前总统蔡英文 帮助他党内的总统出现 打败赖清德 所以蔡英文论功 行赏把他安排到台沿 那么所以现在赖清德要查的 北友郑文燦 男当然就是陈启玉了 那么现在陈启玉谁该给交代 民进党高层就真的浑然不知吗 他们现在说蔡英文在2019年 竞选连任的时候呢 当时的照片就被挖出来 很多跟绿能逼案有关的人都出现在上面 所以现在是不是把风向已经带到了蔡前总统的身上 还记得过去韩国瑜就痛批了这新潮流贪污腐败 说看到民进党的宣传车你要说 你吃肉败 那这一句话到现在还有很多网友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赖总统的人士在突袭式的把关 包括了中游董作 他说他自己看新闻才知道自己被换掉 所以呢新任的董事长呢 在交接的时候前任根本没有出席 因为他要表达沉默的抗议 中游公会就说了 因为他是看媒体才知道 原来自己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就连台湾今年的董作现在也引爆了争议 那个施俊吉直接讲了 我就是党人财路才被拔职啊 那么台湾今年的董事长上中突然被告知说 不好意思你的职务要掉一下 内定改由吕正章出任 他说我合理怀疑我是党人到人家财路 我才被拔走的 只不过现在这个用人应该要为财 但是这些人却被引发了很多争议 包括了像是谁中央社 由这个胡万龄出任 交通部由陈世凯出任 甚至就连台湾今年的都是 苏志芬的爱将吕正章出任 那么讲到了这个中央社呢 这个胡万龄前主播 他就被引设有胡姬的笑话疯传 他现在反击这些恶意的贴文 根本都是居心叵测 而且是冲着这背后有其他的目的而来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用人用事 很多人都说是不是赖总统的报恩呢 包括了像是黄仲明在资测会 原本任期到2026突然被测坏 那么改由打破学者兼任的惯例 要求支付薪水跟年终奖金 甚至述连陈玉凯都是国策顾问 陈辉东的女婿 而且还是信赖之友会的好朋友 那么现在也被抓到了 你看上班睡觉看民事的政论节目 国民党党团报赖清德离谱的酬庸 他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没有在做事 不是上班在睡觉都是在看政论 那么用人真的有为财吗 党内说现在知道上位要找谁了吧 看起来总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我们就来问一下 雨萱你怎么看这陈启玉又被报案 不是啊 这陈启玉我就问一件事情 他之前干这些的时候 是谁在执政啊 为什么你知道等到有人卸任之后才开始办 肯定有人照嘛 11亿耶各位 他光电暗吃了11亿耶 假党假体耶 反正是整个台延绿能 包括他为什么拿得到标案 光电厂不是你想干就可以干的 你等下有关系有门路 不然每个人都去圈地就好了 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然后他可以取得这些暗厂 然后再把它转借给其他的厂商 然后中间又再抽一手 只有他一个人赚吗 只有陈启玉一个人赚了11亿吗 不可能嘛 你如果要有人cover就是上下交相贼嘛 怪是怪在说八年不办 然后等到卸任之后才开始办 卸任之后办的时候呢 法官还可以我们讲的莫名其妙 把人给放了 各位你知道最荒唐在哪里吗 我跟你讲 你是台南法院 第一个该查 就该查你台南法院 绝对有问题 人放了无保请回就算了 交保也就算了 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 他根本没有上电子脚料 没有追踪定位啊 也没有防淘机制 对啊 你就是让他大明大方的时候 快走 兄弟 快走 你就叫他赶快跑嘛 人就真的跑了啊 你去看一下南简写的 那个罪证确凿耶 贪污的我们讲收费 或者说他就是跟我们讲的 犯法的事证 罪证确凿耶 你人就怎样跟他放走 然后你跟我讲说都没有人造他 没有人掩护他 谁信啊 绝对就是蔡英文嘛 跟前朝绝对有关系嘛 所以之前讲到光点问题是 到现在都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秋莉莉不也没事吗 拍屁股就装没事啊 跟光电大楼住在一起啊 整个政府议长收费也没事啊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有啦 绝对都还在 但像台湾经典这件事情 它倒不是各位你想的 像绪俊吉单方面讲的那样 怪是怪在哪里 不对耶 你施俊吉以前算是谁的人 施俊吉以前是赖清德的 行政院副院长 你也不算是跟赖清德关系申疏啊 对不对 那你今天去点名那个阿诺 你说那是阿诺在弄你 你说苏志芬在弄你 也不是啊 苏志芬那也怪 当时你说什么甲种工业区 重度污染嘛 原本是这样 苏志芬出来抗议说 要改为乙种嘛 然后带人来 然后跟你要一些退休金 抚恤金 这苏志芬的讲法嘛 但我的意思说 现在执政的是谁 是赖清德耶 那赖清德会去说 让阿诺有好处 然后呢 把你诗俊吉换掉 去图利阿诺 我觉得这个说法怪怪的啦 这当中绝对有内幕 但有一件事情 各位绝对毫无悬念的 就是赖清德现在正在 大肆酬庸底下的人 这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一阵子 赖清德总统人都销声匿迹了嘛 然后突如其来 就开始传来说 鸣鸣鸣鸣鸣鸣 人事异动一大堆 而且这些人事异动 都有一个共同 第一个 都是偏门偏入 就绝对不是你台面上 看到的这种 大部分的行政体系 都是一些什么 台湾经联啊 一些阿里不达的 有的没的啊 那再来 都是这种没有专业的 要最后一点 是什么 绝对都是有关系没关系 像那个上班睡觉的 OK 知社会的 他什么资深规划师 就睡给你看 那看政论节目 好不好 我跟各位保证 这种人只是 冰山一角的缩影而已 那我们问一下 冰哥 你怎么看 赖总统的用人呢 其实我们从 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本来就一朝天子 一朝城 换新人上来的话 你们这些 当初仇佣的人 本来就心里要有准备 你本来就可能 会被换下来 所以我不知道 这些人要喊什么冤 或者觉得不愉快 那当然可能觉得 不太受尊重 像比如说 这个忠友的董作 你连通知我 都不通知医生 这真的有点不太尊重人 你不管怎么样 也要先通知说 时间到你位置要让出来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些人 心头要不要想 如果今天当选的 不是赖清德 而是侯友宜 或是柯文哲呢 对不对 你们还不是一样 要把位置让出来 难道你还想说 施俊奇难道你还有脸说 我认起来没到 我还要继续做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但这个问题怪在哪里 施俊奇这个问题怪在 苏志芬讲说 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 你会向我道歉 什么意思啊 所以苏志芬 那你就把真相讲出来啊 那表示这中间有内幕嘛 对 对不对 那内幕是什么 苏志芬你怎么不讲 所以表示这 苏志芬在告诉我们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事案 这背后是有内幕存在 那苏志芬你讲啊 你怎么不讲 这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你越解释越大动嘛 越解释越让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背后 大家在斗来斗去嘛 不然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不是吗 那所以我觉得 赖清德用人本来就不看你的专业 他看的是你跟他的 几层度跟中心 所以你看他这一次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赖清德的报恩啊 他上来什么 只要跟他过去有什么八竿子打招的关系啊 什么他的阿姑啊 什么他过去陈寗帮他人啊 他的金主啊 他的后援会啊 全部都上 他也没在管外界 怎么看 那倒是胡婉林这个我真的要帮他讲话 他那个笑话真的越加越多 你知道二十几年前我只看到一个 然后后来每隔几个月就多一个 到最后已经变成笑话集 一张串 全部都是他的 真的我觉得那后面真的很多是人家添加的 那当然胡婉林为什么会离开民事 然后又到中央社 这个苏志芬搞不然也知道那一幕 这中间又有一些真相在 绝对不是他们外界所讲的这么平和 那后绩哥你怎么看呢 没有我觉得他们 那清德最近人是一波又一波出问题 就是你像那个中游 中游董事长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你怎么会把人拔到这么难看 然后他说他看新闻才知道 当天不愿意出席 然后施俊吉 施俊吉刚刚已经讲了 他是赖清德的副院长 或许真的没有很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讲 吕正章早就是赖友友 赖清德要用自己人 他并跟苏志芬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但是他是赖清德时代的副院长 那个时候他的秘书长叫做卓隆泰 你卓隆泰现在回头去干掉他 干掉他之后 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最后出来大喊不公 说我是党人踩入 他不是打你们 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当时的院长 一个是他当时的秘书长 结果他出来打你们两个脸 你人是怎么会处理成这个样子吗 你要用自己人 要用谁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 卡手怎么会这么粗糯啦 对不对 胡安林的东西 胡安林的事情说 他不管他有没有闹过那些笑话 他在新闻界里面 大家新闻圈里面对他做那个位置 大家每个都吃之以鼻嘛 就是说你就是没有那个备份做那个位置嘛 对 我好 你最后一件事是有什么地方的 这是有没有 我好 你最后一件事是有什么样子的